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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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热 今天天有点热 哈喽老板 天今天有点热 啊 老板好 今天有个帅啊你 哎呀 老板 小店装些不错 哎 跟上面好像穿的不大一样了 我这端盘子技术是越来越好 来 辛苦了 谢谢你 干杯干杯 欢迎欢迎 干杯什么礼物啊 干杯为人和老中情三代 好 四轮不败了吧 三轮 三轮吗 国安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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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了点大事 状态那么好 现在马上就到这间歇期了 我能保持住吗 正好调整休息一下 累了 这段时间确实累了 主要万个累了 我每天都出于疲劳中 主要是岁数大了 太扎心了 小匠 小匠 欢迎各位来到本店 下面介绍一下定规 在聊天的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歌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犯规最多应该是我了 现在队里谁最大的 闹不清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真不知道 张烈阳 21的 最小的现在是 最小的就97的吧 98的吗 9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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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多少 17 跨度也太大了吧 其他队其实也都这样 其他队没有81的 81的很少了 81现在整个中超还有谁 曹阳 在我印象中 8384那批都不多了 其实最集中就是我们这批 83就是哪个吗 韩鹏吗 韩鹏 王强 王强 他们现在人是老中青 那你算是老的了吗 算年轻队员吧 他职业了 职业 你不是说就是平常训练啊 吃啊什么的东西 因为课长 我俩有时候欲误 他太老干不 起来就喝茶 起来就喝茶 然后就喝两个孩子视频 然后就背着手 背着手出去散步 散步必须背手 确实是老干部 你平常不背手散步吗 我不背手 我都是这样 客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到的比较晚 所以一般第二天早上的那个 早餐嘛 都自由 但八点钟你绝对可以听到那个 那个十一时的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 他开始泡一会茶 然后在这喝茶 作息比较这个规律 那么多年了 在我印象中就是没有 一年可能也 一年可能也不一定有两次能睡这个 所以像人家人一切睡到十一二点 没有从来没有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六点四十就起 小孩 七点钟他就得起 我六点四十起来 送上幼儿园 我得先弄完 弄完以后两个孩子都得弄幼儿园去 然后我就开始七点钟到七点半之间 我跟我老婆一人弄一个 等于你每天是回家住现在 对 他们回家住 去年当时汪强他们来的时候说 就是当年人和冲超成功那年的时候 出去玩到很晚 对 那一次早上还六点半起吧 那次我想想回家了陪孩子 哎呦真是老干部 他们这一批球员 就85这批球员爱好基本上就是喝茶 他们之间交流都是最近有什么好茶吗 拿点 然后我们最近还真是 基本上就是说到哪一人带一个小茶壶喝点茶 那真的是玩不到一起去 你看你们是喝茶 你们俩是不是也是会比较 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的情权 我说也没事也喝茶 不会有感觉有代购 完全不会 他们队没有特别那种性格比较张扬的队员 没有整个全队都没有 他们队特别符合系 就是老队员带的 你看刘健也是挺稳的 韩蓬其实也挺稳的 稍微不稳的谁 是吗 汪强 对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全都还不稳 哎哎哎哎哎哎 很可恶 盯着他呢 盯着他 他挺稳的我觉得 他平时就是 没事了叫我 不想走看个电影去 啥呢 就拉着我看电影 你还看电影 我那时候在想 哪有大佬爷们俩人回家看电影呢 那要有个爱情电影的话 你俩会一起看 那肯定不能看 你不是选择这种爱情电影看吗 哎刚才我听的那个 咱刚刚聊天说 谁 韩蓬要跟你介绍女朋友 啊 啊 好像是吧 什么时候是啊 走了 他昨天在机场还在跟我说这个事 他昨天在机场还在跟我说这个事 给你说的到时候都被你拐破了呀 现在训练呢 谁最苦现在 还是你往内 不行不行 对了 现在是最不能练 这时候也挺职业的 还会把 就是当时在国外俱乐部的一些习惯保留在国内吗 会啊 训练前嘛 有的时候自己先提前去那个健身房热身嘛 训练完了之后 再去加练一会儿嘛 但其实现在 就是国内这些球员 基本上也都有这些习惯 您在就国外等于说 连续待了多少年 我是04年到的法国 今年年初回来的嘛 然后13年半 国内待了13年多 那个时候是第一年出去吗 没有 那个时候是在那个 这多大 是在四川的时候 当时是就这个法国教练他来选人 他把我选走 当时是成都足协 把他聘请过来 完了之后 他在全国他选二十来个队员 然后我们在一起培训了 一年一年半左右 他又重重选了三个人 到那个到梅斯去那个去视讯 那么小就去欧洲的时候 就家长陪着自己 就一开始就自己在那边待着 自己啊 去了挨欺负吗 不可能 我到哪都不能被欺负 你欺负人 是你欺负别人 我从来不会欺负人 但谁也别想欺负我 我当时刚一去的时候 我就是我们那年龄段里面 基本就是最好的 对 对我都非常喜欢 对 那当时你去是 你爸是愿意愿意愿意看球 对我爸是球迷嘛 我爸其实从小啊 他是他管我管特别严 基本上就知道我的人 肯定都知道我爸 就是我的影子就是 我到哪他到哪 所以他能够做出这个决定 能够让我在这么小 离开他这么远这么久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决定 法国多冠 有你那些队友 法国队吗 法国队没有 其他各个队 其他队友 其他队友 马内吗 还有那个 对 对 对 三里加尔那个中后会 库里巴利 库里巴利也是 马内是后来来的 马内是我们U19的时候他才来 库里巴利是从小 13岁就和我在一起 马内特别逗 太逗了 当时他刚来的时候 11月份 那个时候是法国最冷的时候 每次本来又在东北部 那个大雪 就零下10度 他们三里加尔从来没有过那种温度 然后第一天他跟我们训练的时候 他冷得动不了 话都说不了 他穿了一个短袖 好心疼 然后后来教练把那个手套给他 他那天是穿着短袖 戴着手套连的 每一个练习他都理解不了 向左跑他向右跑 穿低瓶球他给你调起来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 你也不能教不会踢的来吧 然后那个周末 就打了一场游戏 打完那场游戏 我就说 我踢了当时19岁吧 我踢了这么多年球 我长到19岁 我从来没见过谁 加速变速这么快 他加速之后 他还能再加速 对 当时就知道就是他有点东西 但是谁也想不到他之后能成这样 但马内这种就是 你会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 他不管现在利物浦 还是以后哪怕他 拿世界足球先生 他还是一样的他 他不会变的 就是那你在国外 带了这么多年回来之后 你觉得刚一回来 生活上有什么 特别不适应的地方吗 没有 真的 没有 真的一点都没有 可能你最大的区别是 一些思维方式 还有些生活方式 但我们每天都在队里面 相对是比较封闭的 你和社会其他的层面的接触 其实很少 然后你也说我们就对很佛系 睡觉睡太多 睡觉我特别不那个 睡觉睡太多 太多 那这个睡觉我觉得就是在我这 根本就不可能 他这个基本上晚上有时候跟我一块睡 然后接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起来两小时刚起 起完以后 然后呢如果说训练呢 就训练之前必须要眯一下 就是不眯呢就是说没状态 然后呢中午呢也得要睡一会儿 就一定要睡 说不睡怎么能有状态去训练呢 我当时在法国或后来去普达了 那队员只要下午有训练 基本上在训练前都会眯一会儿 你如果下午训练的话 训练之前 你肯定得眯一会儿 其实这个赛季对于他们俩来说 都是第一个赛季体重超 你觉得 就是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之前的话 肯定不一样 你第一场上场是哪一场 全面 他上场比他好像胜率都很高 对我听他们队里边 队里边给我念叨过 你第一场上场的话 就会特别紧张吗 刚上去肯定多少有点紧张 但踢起来就好了 踢起来就不紧张 也属于大心脏 国庆队长 常常在国字号锻炼反正也挺重要 各级国字号的队长 说实话 能当队长的人 能当踢前要踢核心的人 这个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王初也是第一个在踢中超 26岁才踢中超 回来踢中超 27 我91的 初一的时候 没想到说将来我 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就回来踢 没想到 你如果说当时的话 你跟我说 你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怎么怎么样 肯定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但是就是很多事情 你到了现在你自己的这个阶段的话 你不会再去有什么过多的什么 在纠结 后悔啊遗憾啊 这样那样 不会有 做一个假设 如果没有伤病 会不会往上走 比如我踢法 我的甲去联赛 我觉得法甲肯定是没问题 没受伤的话 应该会进没C线队你 对 因为当时看的好多报道 就是教练特别喜欢你 然后整个的球碳系统评分也都挺高 嗯 然后最后回来了 哪次的伤 14年 14年我就做了两次手术 两个脚踝都做 当时是那个 他必须要在膝盖的地方 给我插一个那个针管进去当麻醉 感觉王储的伤一直都是挺多的 而且会长时间的养伤 你最长一次就是没有养伤时间 没有伤长是多少时间 1415吗 两年 我两年没提 就如果是正常的 比如说受伤的话 让你休两年 遥遥无期 看到自己不能上场 一般人是不是也会放弃了 不 但是很多时候你 你自己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的心态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比如我给你说一个期限 你就会有一个评估 你可能觉得三个月会好 你到三个月的时候没好 你想那可能四个月 六个月说不定会好 到六个月还没好 但是你觉得比当时上个月已经有好转 那你说说不定一年会好 你在煎熬 但又总是有一点希望 伤病没办法 这个也是重伤过 对 重伤过 那那年的事 10年吧 对内训练 我记得了 在上海金山有一次踢友一赛 然后跟前队友李延 最早也是我们队的队友 现在再解说 拼抢 然后就给我撂那了 撂那以后 然后这撂那我就是躺了很多个月 净肥骨同时骨折了 这儿 灯巴巴那个伤 我的天哪 对 但我想说一点什么 就是通过受伤能学到很多东西 如果说有些很多东西你学到了 其实对你日后帮助也挺大的 比如能看清很多这个问题 不光光 其实我讲的那些不光光是球场上的一些问题 可能私下里啊 包括做人做事啊 其实你会重新对自己有一个这个认知 那个康复那个阶段 他会思考很多东西 康复其实是最模练人的 对 但我是真的不想再学到任何东西 不想再受伤了 真的 这个够了 你只有这种受过重伤的人 你才能够体会到那种 那种整个的康复过程 那种 他有的时候伤情的那种反复 整个那个煎熬 你除了一零年然后还有其他的大伤吗 一二年年初软骨 最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做了一次手术失败 哎呦 失败以后呢 王后我等于是在受伤的地方 没找到问题 王后我就一直还扛着练 就那么着 一直就是缺着一条腿练 练到十月份左右 当时每天干什么呢 就是骑行车王后呢 靠着墙进蹲 一蹲蹲二十五分钟 就是蹲起呗 坐蹲起 不是蹲起就是靠着墙 扎麻布 90度扎麻布 到后来就是每走一步路都会疼 每走一步路都会疼 后来呢 是年底十一月份的时候 去德国拍了个片子 人家说你这个软骨那地方 连着这个整个骨骨头 都全都发扬了 猪磅骨你吃过吗 吃过 猪磅骨上面不是有一层 薄薄的那个脆骨吗 对 就我等于就是那层脆骨没有了 对 但我现在有什么呢 就是说在那个脆骨底下 不是有这个骨头吗 骨头上我是重新打的眼儿 长出来的新的骨头 但是现在会对 就是踢球的时候会疼吗 嗯 会疼 但是这个东西坚持吧 很多的时候 中国球员受伤都特爱忍 我知道我有伤 但是我想忍着踢 那欧洲球员就不会 欧洲球员 只要 只要受伤 小伤 他肯定不会那个 就立马踢下 他肯定还是会 但只要他觉得 会对他时候的职业生涯 这些有隐患的 他不会管你教练 俱乐部怎么讲那些 他就是我职业生涯 我为主 嗯 次一聊的这种伤病 这种话题太沉重 我们调剂一下 王楚 我们不要来画一下老大哥 我小时候还学过画画 但是现在肯定不行了 稍微给点面子画得稍微好看一点 我刚到法国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美术课 我每次画下来 老师说我扰乱课堂秩序 3 2 1 开始 感觉这两个应该 或者咱们这么多期以来画的最好的吧 老板透过一点 这还真别说 这还有点意思 这是换什么位置 什么声音 这声音听着有点不太像 你们都不看一眼模特吗 都在心里 都在心里 我收回刚刚的夸奖 画好了吗 4 2 3 你俩那个挨大 2 1 有点呲 好好好 这咱还是不能当面画 当面画容易起冲突 你控制控制自己 好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刘博洋画作 半后凉 那你这手臂在哪 不时间太短了 主要看他吧 就刚刚冲我一笑 然后笑颜是这样的 笑颜你看脸库的那块 然后就一笑完 法令文很重是吗 他那有点像谁 我也觉得像另外一样 有点像万王婆 对 你看我们都说出一个人 画一样画万王婆 把这个送给我 你能不能拍张照片给万王婆画一下 走不走 走不走 我们看一下帮我出画作 写着拍了 老伦是可能纪律的 遥控器 为什么这边是这么像有规格的 我其实我理解是长话夫妻是不是 对啊 他身材太好了 秀一个来 体质9点多 有 真的有 你看明明是八画 你少画两个画好吗 来 把那个万王婆放好 又到了我们正问反达的环节了 黄楚 你的女球迷很多 你觉得自己是因为颜值吸引了她们呢 还是因为球技吸引了她们呢 必须是颜值啊 那你太不了解女球迷了 您是在欧联杯进球的第一位中国球员 这个事情觉得自己可以吹一辈子吗 可以吹一辈子 很骄傲嘛 但也不是说就是你要随时挂在嘴边 或怎么样 这是哪一个赛季 哪个队这个是 卢森堡 卢森堡 爱师青年人 当时是1314赛季 22岁 淘汰范嘛 对 淘汰范 我两个回合都进球 第一个进球是在我们主场 当时我在中场拿球 我过了四五个人然后进了 当时记忆特别深刻 十三岁出国踢球 二十七岁回到了中超 错过了一二三政策 有没有觉得自己太贝了 有 钱赚的少不少 哈哈哈 在欧洲确实 在欧洲的话 你和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中超这个收入来比的话 肯定是中超现在投入啊 各方面啊 支援部这些 你的合同待遇这方面肯定比欧洲要好 那你假如再选一次 像欧联杯那样比较荣耀的时刻跟钱 就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明显 就是你在那个年龄段的话 你在那个时刻的话 你肯定是会选择在一个更高的平台 然后一个更大的舞台上面去展现你自己的那个天赋 不光对我 我觉得你要换刘国阳或换成他们的话 他们也会这样啊 这是一个会选择更高的平台那种 你现在回来是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自己在欧洲的最高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已经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对啊 而且我到了这个年龄段了 我如果是 我还能够 就三四年之前 我觉得我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进步的那个空间 还有那个 我肯定会再去拨一拨 对啊 因为原来他们 你看修为他们都跟我说过 比如说 我同样在一个梯队里面 我是中国人 那么可能他是法国人 他可能是西边亚人或者欧洲人 会有这种不平等的这种待遇 比如说他会觉得你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不能比我超出很强一块的话 那作为教练员 我是不会用你的 有这个 就是对你的要求会更加严格 更加严格 有这个 您跟皮亚尼奇曾经被称为梅斯双少 会不会觉得如果没有伤病的话 自己也能踢上欧洲的一线球队 不会 不会 我觉得在发甲肯定没问题 梅斯双少这个人 陈浩真的当年就看到过 对 我刚到梅斯的时候 他比我大也岁嘛 但我们俩一个屋嘛 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但是就是我之前也说过 就从我去的第一天 我觉得他之前是有差距的 他确实是我见过的就是 他脚底下有魔法那种 对 他能够提前遇所有人 看到场上的那个情形 然后呢 他能用最合理的方式 把球给处理掉 这个当时在那个年龄段 是不可想象的 就是很天才的那种 对 刘伯扬 你觉得两位老大哥 万后梁和王楚相比 谁更帅 为什么得罪人 一会儿常常到我这儿 万后梁 就是他是对草吗 应该是最帅的 应该是最帅的 你看这都大家都看着了 对吗 不过一会儿我就怕我挨揍了 你别怕 别怕 在中超赛场面对那些 以前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球星时 有没有一种想找他们签名的冲动 有 我就是有那种崇拜那种感觉 但没有会就是想找他们签名的那种感觉 你小时候踢九有崇拜的球员吗 政治 反正偶像这种东西就在心里头 然后去崇拜他 然后 但是 该踢还得踢 该踢还得踢 第一年踢中超就代表人和队踢了不少比赛 是不是觉得自己终于踢出来了 是 这是踩哪到哪啊 肯定你一步一步去努力 然后去慢慢实现自己梦想 肯定你发现没 这不像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有点油 对 对吧 特别 很官方 就是你拿了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国情队长大 只有这样才可以当队长 有什么说什么 一本正眼都活八八 走了 有球迷说你长得像韩国人 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小 是 但我觉得我眼睛吧 这只眼大 这只眼小 我一只外双 一只内双 这张是美颜了吧 对 2016年入选了备战亚青赛的阵容 后来没有提成比赛 当时你才19岁 有没有觉得自己完蛋了 会 这种我当时经历的是挺崩溃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经历这些以后 然后能让自己就更加去成长 然后更成熟一点 然后就觉得 不是 正我 这就是正我 这这官方 曾经帮助全北现代队 拿过韩国K联赛的冠军 之后又随贵州人和 拿过足鞋杯冠军 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冠军 有 全北现代 我去的时候 本来就是排在K联赛的冠军 K联赛第一位 只不过当时他们就是 由于这个市场的原因 由于各方面面的原因 对吧 想签约一个中国球员 就那么招 反而我就是 就去了 他进球其实挺多的 带刀 带刀中卫 那两年好像 是有一场中超联赛冒子戏法吧 我记得 07年 他跟你们说过吗 作为一个后卫 单场比赛冒子戏法 单场比赛冒子戏法 接着自己几 真坏 当时王欣欣是背景帝 我还不累议呢 我记得特别久 当时还真是王欣欣 包括现在张禄 当时是他手的张禄 然后我又发一个图 正好赶巧 王欣欣背景 然后微博回我 他犯规了 有一个动作 拉着吧 犯规了 生涯初期一直踢前锋 后来踢的比赛越来越靠后 是不是因为技术退化了 是 由于受伤的原因 各方面的能力下降 所以说我觉得 作为现在的我来讲 还是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 反正现在就是在场上 可能更多的就是喊一喊 就是可能是像那些细腻的技术活 咱不用干了 喊一喊 喊一喊是鼓励吗 郑伟 全场都是他声音 提醒的位置 啊 唱山歌啊 好 据说你的塞尔维亚语说的非常好 跟普通话一样好 那你骂人的时候 会不会标出塞尔维亚语呢 不会 我真会 就真会 你先来一句普通的塞尔维亚语 我爱你 volunte 你过了天天在那种屋里打电话 一顿流 职业生涯跟随人和经历过多次变迁 那你认为自己是不是现在对那当之无愧的大哥了 是 我觉得没有大哥吧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老队员吧 在队里踢球的年限长一些 然后呢资历深一些 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有点像你们所说的正美官枪 但是作为从人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没有说一个人说怎么样所有人对队员都必须得怎么样 比如你们更衣室里面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进来 比分落后 基本更衣室里边谁说话 鼓励大家都不说话 有那种就互相之间鼓励过 就是说上篮节球怎么怎么样 但没有那种一个人什么就站在那儿 叭就怎么怎么样 没有那种 曾经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你觉不觉得这是您足球生涯最高光的时刻 不是 上一期咱刚说到这个 吕征当然说落选的时候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履历吧 因为当年在我印象中很深的08年奥运代表团 一共有564个人 那我觉得我能作为其中一份子 有一点有一个事情 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我在干什么的时候 突然想到可能就是对打国外那场比赛 就是说让我想到当时的这个场景 后来我也想 我说在我这个职业生涯中 什么场景令我最震撼 后来我回想到哪 就是咱们这个奥运会在沈阳第一场比赛开幕 当时在沈阳市的时候 当时现场7万多人 对 第一场比赛 放国歌的时候 全场7万多人唱国歌 真的这个场景是可能是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 就是最震撼的场景 我当时我没有首发吗 我在替补席上 我当时就是 就是 流泪了吗 没有流泪 但是就是那种 强忍着那种感觉 真的是感觉特别特别震撼 感情是非常深的 十年了已经 那是衣服还留着呢 留着呢 而且那场比赛是 足球那个比赛是 比开幕式要先的 对 就等于是中国足球队打响了北交演会的 基本上算是第一枪 其他比赛都没开始 中国足球 足球是先开始 足球项目已经开始了 第一场我们就平了 平比心细了 对 对 拿下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第一个击分 而且大赛第一球 值得经历 没有了 我们进入到我们更喜欢的一个环节 情报战环节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先生说 说王楚特别能睡 能从10点睡到 能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11点 然后吃个饭接着再睡 他忘了一个我是明天早上肯定要吃早餐的 我不可能睡到11点 我可能睡到8点的时候 起来吃个早餐的 罗先生是谁 罗欣啊 罗洛 这有没有记录一天最多能睡几个小时 这也没有 因为这记录随时都可以破 随时都可以破 好嘛 好自信的样子 虎式球员 什么是球员 这是树塔型球员 好 好 来自北京人和的罗先生 还说 说您心情不好的时候 会把手机关机坐一整天地铁 嗯 不好是你找你自己的方式去调节吗 你是鲁鱼姑娘的老板 坐几号鞋 坐环线 这么忧郁吗 这是你唯一的处理 有点像梁桑梅 梁桑梅 没有 你在李斯文你可以去看海啊 这怎么办 就是地铁看人 就是有时候没认出你来 跟你搭讪呢 问我要不要去健身房 要不要去 哈哈哈 地铁里面都开始约健身房的吗 不是 他这意思就是发传单的那种 那种 太太聪明了 刘伯扬 有点地铁合力啊 来自北京人河的罗先生说 说刘伯扬女人缘特别好 特别会撩妹 而且没事就撩妹 哈哈哈 不是不是 这个绝对是真的 我没见过他不撩妹 那还用韩伯接着女朋友啊 真是的 对啊 你看我 我要撩妹我也不用酒给我叫女朋友啊 哎哎哎 刘伯扬犯规 那胖一场就毁了 那你这一爆料 到时候找对象都找不着了 你给我性格好 然后就说话跟人家能聊得来 其他的不会聊 你知道 比较暖 现在姑娘都喜欢关枪了 哈哈哈 我感觉有点热 哈哈哈 紧张 紧张 呃来自北京人河的热心观众 刘先生说 刘先生 说万后梁基因强大 孩子跟自己长得特别特别特别像 刘健 刘健 我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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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啊 像啊 眼睛很像 而且你一看照片的时候 那种慈祥感 就喷我儿子 看他的表情 就演示不住的那种微笑 开学现在是上幼儿园孩子 对 去送每天都送 每天只要是我在家肯定就我送 下半场可以听听这个变迁的故事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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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岸应该是中国打得比最多的队员了 上海得比打过 上海得比 对吧 那时候中远队生花 中远队生花 对 然后又到了贵州 然后到了陕西 陕西 陕西 陕西的时候没有得比 没有得比 贵州也没有得比 对 后来我去青岛嘛 青岛得比 我又来北京 你算是在这个队里 就是待的时间最长了 没有人比你再长了 就是说从这个一队的角度来讲 就是因为饶伟辉他们是从小 从T队里长起来的 但是他们在一队待的时间 可能不一定有我长 今年应该是在人和一线队效力的 第12个年头 对于职业权来说 在一个队待12年 现在挺长的 是吧 之前有北京的队找你吗 实话是说有个当时跟 跟国安 包括跟北控也有过联系 就没想过早点回 主要是想重心慢慢往家庭 家庭方向转了 包括后来 在有两个孩子以后 然后后来回到人和呢 挺知足的也挺满足的 而且挺感恩的 就是说在离开人和以后 还能让我再回来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其实还想说前两个北京和比 感觉 确实 从球迷的角度来讲 两个球迷阵营相差还是挺多的 你是人和队里唯一的北京人 那就是其他比如说国安的球迷 他们会对你口下留情吗 我没听国安球迷骂我妈 没有是吧 没有 你在北京街头走的话 会有北京准备认出来的 会吧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经常上来打个招呼 还是挺友好 挺友好 对说你昨天踢的不错 又赢谁了 又赢谁了 昨天踢的不行 怎么输了那球 前一段时间去小区 这个家里有这个去交钱交费 然后我就说 哎 所有那球踢真臭 怎么输给他们了 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那就是 哎 反正 笑呗 就苦笑一下呗 其实谁想输呢 作为运动员来讲 谁想输呢 都不想输 但是有时候像这种集体运动 并不是往往不是一个人 能够解决这个结果的吧 过多的这个球迷认为 可能我们不是这个北京的球队 他们管你们叫流浪者 当时好像发了个微博 意思就是北京人和也是可以 代表北京这座城市的 从推动整个北京足球的 发展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不光是我们 是好事 其实如果试想一下 北京有四支或者五支 中潮球队 那北京足球可能会更好 其实挺不容易 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讲 游戏有杯吧 喜是因为获得了这个 这个联赛一直排名在前列 对 然后也获得了这个足球杯 跟超霸杯的冠军 当然杯呢是到现在为止 也是所有俱乐部 所有成员都不愿意提及的 一个话题 就是15年球队掉极 对吧 这是从贵州 对 但是好在经过两年嘛 经过两年 17年我们回来了 但是掉极你也不在 掉极我也不在 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次我上一次碰到小万 就有一年在首途机场 我问了我说你去哪了 他说在黄海呢 反正我觉得我命挺好的 在我就是人生低谷的时候 所有人能帮我 当时队里的苏茂珍 那时候也是大伤之后吗 大伤之后 大伤之后 一年半的那时候 一年半时间吗 一年半对 然后再轻到黄海也找回了这个 踢球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更好的这个状态 因为从我的印象里边 就是中超的球员 受伤之后他去中甲 他很难再回到中超这个平台上 你可以说运气不错 但我觉得还是他自己的职业素养 而且那个时候年纪其实也不小了 28 9的那样子 因为当时选择去黄海也是我职业生涯 可能是卖输的最重要的一步吧 因为当时可能 所以我来讲真的没有考虑到收入的原因 因为收入来讲 当时黄海的收入 就是第一年的收入 跟当时我的人和差的很多很多 但是我就是想 对于能够延续自己的这个足球生涯 想踢球 想踢球 对 还想 我觉得我当时还可以 就是说还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重新能够证明自己 其实是不是应该算是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候 就刀 受伤了 本来应该在国家队其实顺风顺水的 对 我觉得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好 因为年轻的时候觉得那会儿 自己一是这个身体条件 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二是呢 参加完奥运会 然后又去完韩国的K联赛 拿过冠军以后 觉得这个自信心上 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但当时就因为这个腿断了 所以说一下就感觉跌到了低谷 低谷以后呢 但是也没有放弃 就是通过这个一年半 一年半左右的这个恢复 然后又重新站在了中场舞台上 然后正好那个赛季也还不错 但是又当你不错的时候 又一次这个由于习惯节软骨的这个受伤 又一下又把你这个推到了谷底 但这一次可能真的是致命性的 其实那么多年想起来 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 确实 像阿霞你们俩这种就受过大伤的 长时间的 不能上场的 平常会交流这些东西吗 在屋里的时候 就伤病这块也会交流 我们俩一下找到那种公民了 就那种现在还在踢很不容易 大家都好好踢吧 珍惜吧 珍惜 像北京得比来说 王楚应该是这一赛季第一次上场 是北京得比的第一场 对 对 在客场 当时是第几分钟放上去 还有十多分钟吧 二十多分钟 就第一次在得比的现场上去踢球 什么感觉 太爽了 宾馆当时一出来 不就全绿色衣服的人吗 你就已经就开始进入那种比赛状态了 你就想上去踢啊 我记得你是不是有次跟我说 说余大宝进了球之后 第一个反应是找你庆祝 哇 那太尴尬了 他怎么讲 第四个球 发个点球进去 我当时正好站在那个中圈那儿 跑过来和我拍手 哈哈哈哈 不 因为我俩关系特别好嘛 然后 就 就 我第一场上嘛 就一直就打个招呼嘛 但 我怎么能跟你记掌呢 要出去 然后你怎么回应呢 我也不知道 那手就悬在半空 哈哈哈 还收回去了 之前 你来的时候也是提过 说每次去国安踢客场 就在公体的时候 虽然是客队啊 嗯 但是一听到那个国安球迷的呐喊声什么 就自己的状态 就虽然自己是客队也能起来 对 你当时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绝对有啊 激发震动力 被骂也很少啊 那么多人骂你 你绝对 对 你那个比赛欲望很强啊 你在上场踢的时候别人越骂你 我踢也越兴奋 你一进去你就两三千人 你没啥生意 你进不进球 不兴奋 都都都 人越多你越兴奋 没意思啊 所以两场北京得比你去都上了 对 你第一场得比上了 第一场没有 第一场发烧了吧 第二场上了 第二场首发 应该是发漫全场是吧 踢满了 踢满了 发挥特别好 职业生涯最具有代表的 手要靠近 高光时刻 你要记住这一场 因为也就是这一场 不行不行 变难努力 他平常在队里嘴也这么损吗 有时候就是点你们那种 老补兜太坏了 这种人 其实我们对最那个的是谁 是饶伟辉 会对 太睿智了 太幽默了 他真的应该出一本书 他是特别愿意说段子吗 他是随便说一句话都是段子 而且他那屋就很神秘 三楼就两拍房间 他是在镜头左拐 他室友是谁啊 都一个人一个房间吗 我刚来头两个月 他老是训练完跟我们一起上三楼 但我从来没看见过他房间 哈哈哈哈 好灵异 老灵异 然后就搞不懂 然后有一天我就跟着他 哈哈哈哈 废随 阿爸等下房间参观了 然后是怎么样了 就和其实和我们房间差不多 房间都一样 挺有个性的人 问人家这个教练说去没去我那 问人家教练 助理教练说没去说 没事去我那 溜溜溜的看看 然后助理教练去了 说你给自己弄这个名号可以 什么名号就是 他给自己买了一个牌上面写 是总经理事 总经理事就是时间长了 觉得不吸引了摘了换了一个 进门前请三思 感觉这赛季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保急必须没有什么压力 保急应该问题不大 不能那么说吧 因为我觉得这种危机感 时刻都是存在的 还有几轮在这 还有九轮 其实咬的挺紧的 一两轮你不赢 昨天看了一眼积分榜 第十一名也不第十二名 跟我们就差两分 你说白了就是可能是 很有可能就是两场比赛 或者是一场比赛 你一场不赢 或者一场不拿分 人家赢上两场 你可能就现在变成十一名 或者十二名 一下又掉进了这个降级区 去年就是说 他们冲超那个时候 就是也是明明知道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你们应该冲超没有问题了 但是没到那个线的时候 还是每个人会很紧张 冲超的时候确实是 就是有很多队追的 特别特别紧 因为那个时候是 不允许你犯错 可能只会给你这一个机会 如果你连续犯两个错误 可能真的就是掉下来的 保级有压力 但是压力不大 九轮拿五分 其实在咱们看来 我觉得还没什么 我觉得不好 因为你们打关 打升华之前 你谁能想到 这三场比赛拿个七分 理想不到 那星赛期的时候 打算怎么过 做地铁吗 一直做地铁 能修四天 这个就在修缺的这个间歇期吗 这间歇期 反正跟孩子说好 带他们去做快艇 因为上次是老大幼儿园 那个小孩们有时候 经常会得一些传染病 他们班有孩子得传染病以后 班级就给疯了 就不让说再去幼儿园 怕相互传染了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着那个 带着老大去动物园那 就是坐那个小快艇 就是可以到 就是那船可以到颐和园的 那个是吗 对对对 就在那个河道上走 但是是快艇快艇 然后人家故意给你这样 左右摇晃 我女儿特别开心 然后就跟我说 上次去完后跟我说 爸爸咱们什么时候 还能再带着弟弟去一次 做快艇 好暖 周六周日放假 我就说正好妈妈也不上班了 我说带着你们两个去做快艇 就是两个人特别高兴 感觉整体听下来了 咱这个队 这种入行很久的 那种佛系的那种球员 感觉每个队真的气质 都是不一样的 我也信佛经常拜佛 合着你这真佛系 真往这接 老板这是有什么怀念 刘伯扬你猜猜今天谁犯规是最多的呀 肯定有我了 人生需要加点盐 全部兜了呗 对弟弟好一点 来吧 来看厨 那完了肯定全兜了 只有像卡布奇诺 就老大哥知道我这有把勺 他说卡布奇诺你不给他 可以可以 大口喝进去 大口喝进去不要闻 还挺好喝的 你要不要闯上 我不要 他开始撩了 他真的 他真的有那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小店马上就要打样了 最后呢 我们要喊出我们中超脱口秀的口号 印象最是在那摊那个大长腿 对吧 大长腿包括特直的那腿 摆八字是吧 这是特别印象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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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哎 作为这么多年杨昊的兄弟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这么黑的 中超脱口秀 对对对 今天柠檬水你们喝了15个 你们知道吗 然后啤酒两杯 呃 啤酒算20吧 这样 190 这只 哎 啊 想商家付款 好嘞 您觉得安琪的樱桃好吃吗 电腹性感受 对不对 哎 也不知道电腹性感受太棒了 你就说电腹性感受能怎么 可是我呢就是 没那么好 形象不好看 大连话怎么长 八八六怪 长的是奇形怪状 而且中间就是那个 原来奇形怪状 哈哈哈 这点酒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董言 咖一下 给他领出去